北京时间10月20日晚间 2024年乒乓球欧锦赛迎来蓝丹半决赛 第一场比赛 德国选手杜达4比2完胜师兄奥加洛夫 率先晋级 第二场半决赛是一场焦点大战 瑞典人气选手莫雷高德 对阵法国艾利克斯勒布伦 女单由斯索克斯迎战波尔卡诺娃 这也是欧运会女单冠军 与欧锦赛女单冠军之间的对决 本次比赛蓝丹竞争非常激烈 其中最大的冷门莫过于头号种子 把国新星小勒布伦3比4输给德国选手杜达 而且还是在3比1领先的情况下 连丢四局被逆转 而此战结束后 小勒布伦怒摔球拍泄粉杂坏现场LED屏幕 结果导致其男单成绩被取消 差点被禁止参加篮双决赛 至于小勒布伦的哥哥大勒布伦晋级后 遇到了瑞典名将奥运会与士兵赛 南丹亚军得主莫雷加德 结果此战完全成了一面倒 莫雷加德连输10比12 5比11 5比11 6比11被横扫 一局未赢 结束战斗 最终止步于四强的位置 德国的杜达在暴冷小勒布伦后继续前进 随后遇到了曾夺得世界杯南丹冠军的队友 奥加洛夫同时也是欧运会 欧锦赛 欧洲杯南丹冠军得主 后者在上一轮4比0 就轻松淘汰了另一位德国名将弗朗西斯卡 而且过往成绩也远强于杜达 所以普遍认为他应该更有胜算 然而比赛开始后 奥加洛夫上来就发挥不佳 连输8比11 8比11 5比11被逼入绝境 随后虽然以11比8 11比6扳回两局 但第6局依旧未能招架住杜达的冲击 最终以8比11输光整场比赛 所以接下来的南丹决赛 便将是杜达大勒布伦之间的得法大战 由于欧洲女兵高手的数量不如南拼 再加上有多位名将放弃参加 所以女丹项目的看点也不如南丹多 两大独冠热门 罗马尼亚的斯索科斯欧运会女丹冠军 奥地利的波尔卡诺瓦欧锦赛女丹冠军 此前均已获得晋级 上届女丹亚军 德国主力米特汉姆也顺利过关 西班牙的逍遥县险胜法国的袁迦南 同样拿到了一张半决赛的门票 在随后的四强之战中 逍遥县继续向实力雄厚的斯索科斯发起冲击 不过这次他未能再次暴了 苦战五局后被对方4比1淘汰 至于前年欧锦赛女丹决赛的冠 亚军这次在半决赛就遇到了一起 上次是波尔卡诺瓦4比0击败米特汉姆 不过当时后者因为突发伤病而没有打完比赛 如今再次交手 正常发挥的结果依旧是波尔卡诺瓦笑到最后 大比分4比1淘汰米特汉姆晋级决赛 很多球迷认为 张本美和在亚锦赛发挥出色是 日本女团夺冠最大的功臣 实际上这次日本女团 最大的赢家只有一个 那就是大腾沙月 这个选手通过国内的选拔赛 获得了参加亚锦赛的机会 只不过在亚锦赛 他被队友伊藤美成给击败 没有闯进女单四强 大腾沙月跟伊藤美成比拼战术球 还是处于下风 不过这个选手在亚锦赛 也展现出了技术的先进性 大腾沙月在女团决赛 没有跟国平选手交手 日本教练组还是更信任 平野美宇 伊藤美成 张本美和三人 不过这三人除了在团体赛 拿到冠军之外 在单打跟双打比赛 都没有获得冠军 大腾沙月反而成了 亚锦赛日本女团当中 最大的赢家 一人连夺两贯 大腾沙月确实成了 日本女队的幸运星 因为之前伊藤美成 平野美宇也是多次参加亚锦赛 但是他们都没有像今年亚锦赛一样幸运 要知道 日本女团一直不是国平女团的对手 亚锦赛夺冠难度实在太高 大腾沙月首次参赛 就夺得女团冠军 而且女团决赛她没有出战 确实很幸运 大腾沙月最让球迷感觉到惊讶的 就是在亚锦赛的双打半决赛 和决赛的表现 大腾沙月和横锦孝英 组合在半决赛 击败了国平组合 宽曼和陈幸彤 在第一局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成功逆转 三局的比赛 全部适应在关键分上 之所以能拿下关键分 就是因为大腾沙月接发球技术 比较先进 发接发环节 能够直接拧拉得分 大腾沙月和横锦孝英组合 属于进台快攻的组合 而且是两个双右组合 他们进攻的压迫性比较强 虽然两人的护台面积不够大 可在进台环节的进攻稳定性非常高 这对组合非常注重弱点的调动 不会让对手轻易站稳位置回球 大腾沙月和横锦孝英组合 已经连续在各类赛事夺冠 只不过在亚锦赛是首次夺冠 这对组合目前也成为实力最强的日拼组合 已经超越了张本美和跟牧原美优组合 这对组合在决赛面对张本美和牧原美优组合 占据进攻的主动 反而是张本美和组合一直在进行追分 处于被动状态 大腾沙月和横锦孝英组合 衔接速度确实要更快 这对组合从小在一起搭档 默契度非常高 大腾沙月和横锦孝英组合 能够夺得亚锦赛的女双冠军 是真实水平的体现 大腾沙月和横锦孝英组合 两人的接发球技术都很均衡 总是能够在接发球环节直接得分 这两人能够夺冠是因为 他们进攻失误少得分率高 大腾沙月和横锦孝英相比 最大的优势就是 单打比赛更加稳定 大腾沙月在国际赛场的单打比赛 也是连续夺冠 月底举行的法国冠军赛 他还替代了早田希娜参赛 就证明了他的外战稳定性 横锦孝英在单打方面 还是显得不稳定 所以目前主攻双打 大腾沙月凭借着过硬的实力 目前已经冲进了日拼主力层 他的世界排名也进入了前20位 大腾沙月和横锦孝英 在年龄上要比早田希娜 一腾美成要小 新的奥运会周期 他已经跟张本美和牧原美优等人 形成了竞争关系 大腾沙月和横锦孝英双打能力 如此之强 竞争一下奥运会的团体赛 参赛资格 还是没问题的 牧原美优估计已经感觉到了 这方面的压力 他奥运会周期 必须要保持双打的竞争力 才有可能拿到奥运会的参赛名额 大腾沙月和横锦孝英 崛起速度越来越快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后续只要他们持续击败 国评双打组合 真的会参加奥运会的比赛 大腾沙月和横锦孝英 未来会挑战王曼玉 接下来的法国冠军赛 大腾沙月就将在单打比赛 跟王曼玉交手 以后的各类双打比赛 大腾沙月和横锦孝英组合 肯定会碰到王曼玉 这队组合肯定会用 进台快攻的速度 来冲击王曼玉 对于目前的国评教练组来说 给王曼玉配一个什么样的搭档 显得格外关键 之前国评教练组 让王曼玉和宽曼搭档双打 这队组合在一起搭档时间不长 还没有经过外战的检验 王曼玉和宽曼 如果后续比赛继续搭档 必然要面对大腾沙月 和横锦孝英组合的冲击 相信今年12月份的 成都混合团体世界杯赛 双方就有可能在双打相遇 王曼玉单双打都很均衡 肯定会在这次赛事参加双打 大腾沙月通过亚锦赛 就证明他在双打崛起了 新的奥运会周期王曼玉 不管是在单打还是在双打 都会面临新的外协竞争对手的挑战 王曼玉也要尽快调整 适应新的竞争形势 新的奥运会周期外协选手的实力 只会越来越强 希望王曼玉能够在新的奥运会周期 再创佳季 延续职业生涯的辉煌 今为了两天 有一次 我会双打 队队 我会双打